袁世凯的一生 上回我们说到 在日俄战争之后 日俄双方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 两个殖民帝国在中国的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 北部是俄国人的 南部是日本人的 同时日本人一直盯着郊东半岛 想把德国驱逐出去 他独霸山东 一战爆发之后 对中国来说可算是一个好机会 正好可以利用列强自顾不暇 设法自强自力 把列强势力逐步的逐出中国 袁世凯也想着利用机会振作国事 有一天他把梁士仪找来夜谭 袁世凯就问 欧战祸及远东 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下手啊 梁士仪答道 有两件急物 一是救济财政 二是提防日本侵略 袁世凯一听 觉得很对自己的路子 就接着说 你细说说看 梁士仪回答说 大总统 咱先谈谈财政 去年咱们跟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 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财政整顿工作还没完成 国库现在是空虚的很 如今欧洲打得一塌糊涂 他们自己都没钱了 咱们没地方能借到钱 眼下必须要解决财政问题 要不然两三个月后 咱们的军费政务经费都没着落了 袁世凯又问 那怎么个搞钱的办法呢 梁士仪很认真地说 办法是有 不过有点违规 眼下咱们正好可以趁着欧战爆发 就说现在英镑价格起起落落 汇兑结算实在困难 找点理由 先暂时停止支付给洋人赔款 然后呢 咱们再把咱们自己的关税 严税提出来 存在咱们自己的银行里 咱们已经宣告中立了 各国也拿咱们没办法 另一条搞钱的路子 就是国内发行公债 向老百姓借钱 这两条路子双管齐下 这一两年的财政开支 就够用了 那袁世凯听完了又问 那怎么防备日本呢 梁士仪喝了口茶 用一种很深沉的语气说 日本是咱们最大的外患 近年来 我曾经和英国公使 朱尔典 还有俄国公使 库彭斯基 日本公使 日之义 法国公使 康蒂 会晤过 朱尔典曾经对我说 英日已经结成同盟 日本肯定会协同英国 进攻德国占据的青岛 中国此时 如果不趁机出兵 夺取青岛 那肯定会有人趁火打劫 朱尔典说的当然是日本 这样咱们不如趁日本尚未动手之前 先和英国人商量好 让英国人出面 高调点说要夺取青岛 然后呢 咱们再去和德国人谈判 让他们把青岛归还给咱们 同时咱们暗中出兵包围青岛 如果谈不成 咱们就用武力给抢回来 咱们把青岛拿回来了 日本也就无可奈何了 这不仅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 更是为了以后杜绝后患 袁世凯听后说 啊 你这个意见很对 关于财政计划 停赋赔款 移存关税 延税 都是立即可行的 只是那个国内公债 过去咱们失败过 你这回啊 要好好筹划 至于先下手夺回青岛 于情于事都是应行的 不过我国既然宣布中立了 现在突然又反悔 这不有点自己打自己脸吗 这会不会引起外交上的纠纷 也会激化和日本人的矛盾呢 梁世仪听完了又说 德奥两国 以小敌大 胜算很小 咱们还不如找个机会 对德绝交宣战 这样还可以在将来战后合议的时候 捞个战胜国的地位 弄点实惠 袁世仪听完之后还是犹豫了 说 这一层得让我再详细地考虑一下 袁世仪顾虑重重 此时的他比当年出任山东巡抚 还想对德一战的时候 锐气少了很多 木气多了很多 他这一犹豫 让日后多了很多的麻烦 当时这世界大战的格局 德奥一方 势力确实差一些 尤其是在东方 德国人缺乏盟友 是独立作战 在中国要对付英国 俄国 法国和日本 拉拢中国 成为德国人的一个考虑 德国在华一些外交官和谍报人员 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叫做中德协会的机构 名义上是民间团体 实际上做的都是联络中国方面的朝野人士 对政府进行游说 希望中国能和德国结盟 德国人还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叫做巩固团 以联络中国人和朝鲜人 排除日俄两国在华势力为宗旨 巩固团团长是德国人穆里哈 总部就设在奉天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德国人的拉拢 协约国这边的特工 很快就知道了 此外一支齐强的袁世凯还在继续向德国人支付庚子赔款 德国的军费开支还有个固定的近象 这下子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都不高兴 嚷嚷着要抗议 袁世凯在山东问题上不敢动 日本人可没含糊 动作快得很 1911年的时候 日本和英国结过盟 算是盟友关系 因为有这一层关系 1914年8月15号 日本人向德国人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 完全解除武装 并现在9月15号以前 无条件的把交州湾交给日本 以便呢 将来归还中国 如果德国人不答应的话 日本就要对德国动手了 德国人的姿态高得很 他们说 我们可以把青岛还给中国 你们日本也得把台湾还给中国 这么一来 日本人又不高兴了 他们对中国政府说 你们不能从德国人手里接受青岛 否则就算是破坏中立 8月23号 日本正式对德宣战 德国人很精明 想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人拉下水 就在这一天 德国驻华代办 马尔森对袁世凯说 德国愿意把交州湾租界地 无条件地交还给中国 袁世凯深知 如果这么接了 就等于彻底跟协约国闹翻了 当然不能接 袁世凯就去找美国人 希望美国人做个中间人 带中国接收青岛 美国人要真答应了 日本人的算盘不就落空了吗 还没等美国人回复 日本人就在交州湾动手了 日本人觉得欧洲打得一塌糊涂 他正好可以独霸远东 他所顾虑的就只有美国 因为美国还没有被卷进大战的漩涡里 为了试探美国人的态度 此时的日本首相大卫重信 给美国政府打了个电报 说他们没有占领中国的打算 电报发出去没多久 日本就在对德宣战的幌子下 在山东一带大逞淫威 1914年9月2日 日本陆海军两万多人 配合少数英军组织所谓英日联军 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地区登陆 照道理讲 退一万步日本要进攻德军 只能以交州湾德军驻防区为目标 可是日军却先侵占了莱州半岛 这就证明日本的野心是趁火打劫 日本动手了 袁世凯怎么办呢 人家抢占了先机 自己实力又不够 袁世凯就照着当年日俄战争时老佛爷的办法 搞了一个局外中立 袁世凯承认 唯县车站以东地区化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 以西地区为中立区 9月21号中国政府又宣布交际铁路归中国管辖 德国驻华代办对于中国政府划定交战区域的声明提出了严重抗议 德国人说 日英联军在莱州地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是彻底的破坏中国中立行动 中国引用日俄战争时划定战区的办法 那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因为中国这项宣布是在日英联军已在山东半岛登陆之后 所以结果只是方便了日英联军 9月6号日军的兵马500人开到莱州 在城西扎营 三天之后日军正式接收管理莱州 城内居民来不及逃跑 附近乡下的老百姓可早就跑光了 接着日军又占领了平渡县 日本兵找到当地中国的县知识 找他要军需品 张嘴就要一千头牛 两千只鸡 一千头猪 米面草料五十多万斤 大车一千五百辆 县知识被逼疯了 逃跑了 可他运气不好 又被日军给抓了回来 当成囚犯 关进了大牢 此时 另一波日军还占领了 吉墨和郊县 进城的日军 马上就抢劫了银行 自己发行了 只能用来胡强的军用票 禽兽不如的日军 还占领了县衙门和电报局 强占城里的民房 把人家房主人 撵到大街上去睡觉 抓住家里的女眷就蹂躏 总之 在日军看来 中国的城镇 就是他们的占领区 日军司令部 还在平渡县的乡村 张贴了布告 说哪个村子 要有一个人妨碍皇军 这个村子的老百姓 就都别活了 9月25日 日军占领违宪 这就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 因为日军的这个行动 超越了原先 中日都认可的交战区 袁世凯就让外交部次长 曹汝林向日本提出抗议 弱国无外交 没有实力的中华民国发出的抗议 日本人置之不理 29号 日本驻华公使日之役 拜访了外交部的总长孙宝奇 顺便口头答复了中国的抗议 日本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们认为交际铁路 一直是德国人在经营 战争前后 一直为德国运输军粮 如今 维东一带虽然是被日军占领了 但维西一带的铁路 还在暗中被德国人使用 这对日军的开进是很不利的 所以日军才会出兵占领 不过日本的这个行动 肯定不会影响中国中立 日本公使的这番话 对以前划定作战区的事情 一个字都不提 他的这个答复简直就是 相装武剑意在配工 把郊州和济南混在一起说 言下之意就是 不但要占郊州湾 连济南也不会放过 果然 10月6号夜里11点 日本兵30人 军官3人 乘车劲敌济南 而且还立即占据了火车站 日本人的野心很大 他们想借此机会 吞并整个山东半岛 德国人在山东的大本营就是青岛 日本兵发动攻击之后 扬言六个小时之内可以攻下青岛 青岛的德国守军只有六千人 德皇威廉二世 奠令他们死守青岛 站至最后一人 德国的焦州总督华德克也公开宣称 日军如果来攻青岛 将会遭到坚强的抵抗 至少要花四万人的代价 才能攻占青岛 自从宣同小皇帝退位之后 大批的乾清皇族 王公 大臣和姨老 都迁到青岛 做御工 青岛简直就是他们的守阳山 现在只好撒泪告别青岛 姨老比如周富 吕海桓 老乃轩等也离开青岛 只有宗社党首领 公亲王蒲伟 仍然留了下来 叫嚷得很厉害的德国人 根本就没有死守 没怎么打就不抵抗了 日军于11月7号攻下青岛 德军有2300多人被俘 11月14号 焦州总督华德克 被日本兵押着 送到日本东京本院寺监禁 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占领青岛的 第17周年 日军攻下青岛之后 袁世凯就召会日本政府 让他们的军队从山东半岛撤到原来德国人在交州湾的租界地 可是日本人根本就没理袁世凯 袁世凯着急又上火 于是又召会英日两国政府 宣告撤销先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 请英日两国赶紧撤军 日本人啊 还是没理袁世凯 而且还在山东已经占领的各县城 自己开启了衙门 还架起了军用电线 撵走了青岛海关的中国管理人员 日本人完全把山东当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1915年1月间 中国政府召会要求日本把驻留在山东的部队撤走 日本人还是不理会 1月18号 日本人竟然拿交还青岛和撤军作为筹码 提出交换条件 向袁世凯提出要进行秘密谈判 原来在日军攻下青岛之后 日本的外相加藤高明 就打电报给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 让他回国商讨对付袁世凯的新办法 商量完事之后 12月末 日志义返回北京 找了个理由去找袁世凯面谈 1月18号 日志义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个文件 他说 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 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 同时 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 也表示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 中日悬案解决 则日本政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 日本政府郑重希望大总统的一点 就是在这次商谈中 请贵国严守秘密 袁世凯把文件略略翻了一番 就说 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吧 国际间的交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外交活动已经不拘泥于形式了 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外交谈判还是很保守的 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 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 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 在当时是极不合理的 极没有礼貌的事情 日本竟然命令驻华公使 当面向袁世凯递交秘密条件的文书 实在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 世间是越想秘密 越易泄露 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 在中国的各报都刊登了出来 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遍回国 美俄英三国电令各国驻日公使 向日本外务部要求 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 尤其是日方的条款 其实这也是袁世凯故意放出去的 他指望西方列强能够站出来说说话 别让日本人太嚣张 日本也顶不住那么多的国际压力 于是就将文书里不算太过分的一些内容告诉了 列强各国 能见光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关键的东西 不能见光的东西 他们是不会轻易试人的 其实这份文件送到袁世凯手里的时候 袁世凯啊还真没打算认真看 大概心想 日本人不过就是想勒索点银子罢了 就说这应该是外交部的业务 不过那个日之役一再请袁世凯先过目一下 等日本公使走了以后 袁世凯就翻了翻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之下 袁世凯不由得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袁世凯不由得吓得了一口凉气 袁世凯不由得吓得了一口凉气 袁世凯不由得吓得了一口凉气